你穿越到修仙世界获得和谁都能五五开的能力 哪怕对方是最强先帝还是万年老妖统统打不过你 当然你也打不过他们 除此之外你还有一个很牛逼的身份 道天宗108位山主之一 道天宗是青州第一大宗 听起来很屌 可你能成为云居山的山主 全是因为在40年前你的师父离世时 也只有你这么一个徒弟 不把位置传给你就没能继承了 所以你也常常沦落为道天宗下到杂役 上到长老们的茶后闲谈 至于你为什么会被老山主选做徒弟 这不得不提一嘴你是从地球穿越过来伪装神童的这件事的 想当初你三月开口说话 你是来拉屎的吧 六月开始识字 一岁满腹精伦被能们称为神仙转世 所有老山主便把你收为弟子 虽然后来他也发现你是个彻彻底底的修炼废材 但也没多说什么 真纯弟子该有的待遇一样不少 不过心中也盘算着练小号的计划 其实计划还没开始 他就陨落在一场道天宗镇压邪魔的打战中 宗门见人家都为宗捐躯了 所以云居山可以说是名存实亡 你没有修炼天赋 所以寿命自然于普通人物意 假以时日不出百年 等你脑子便可以重新规划云居山 这样也算对得祈祷山主了 更多的还是可以得到一个美名 道天宗重情重义 各大天交可以放心加入哦 当然这些事跟你也没有关系 你每天游手好闲早已接受路渡无为的一生 但是这一切从今天开始 都将发生时时级别的改写 因为你身为穿越者的金手指系统 在今天终于决心了 你脑泪纵横连忙激动的询问系统 我都40岁了还能开始修炼吗 系统被你的问题给问住了 质疑的疑惑才回答 有系统你还要修炼个锤子 奖励苏组见面大礼包一份 恭喜苏组获得特殊技能 与世间万物55开 你被这奇葩的技能名字搞得一头雾水 55开 阿姨给你倒一杯卡不清 很快系统就给你解释这个技能的用法 简单来说就是苏组不管面对什么都能做到55开 也就是谁也打不过谁也打不过的意思 你明白了 所以拿出一把匕首用力在手臂上一滑 一道金属摩擦声响起 你不可思议的看着自己的手臂 竟然完好无损 连白痕都没有留下 你倒吸一口凉气 这能力好像有点变态 突然你想到了什么 也忙追问系统 或要是遇到真线级别的大能 也能55开吗 当然 世间万物皆能55开 系统的回答让你彻底疯狂 有这个能力岂不是变相无敌于这世间了吗 很快系统声音再次传开 这只是界面力 只要素组完成系统能物 将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奖励 你想知道自己现在身体的状况 为这询问系统是否有属性面板 很快系统就给你弹出了一个窗口 素组 临北 身份 岛天宗 云居山主 年龄 十四六岁 生日四年 求为 无 能力 与世间万物55开 你开始年龄那一难 瞬间有种不好的预感 再确认自己真的只能再活四年 你想立刻死的心都有了 好不容易决心系统 难道就只能爽个四年吗 就当你悲愤交加之时 系统声音又一次响起 感应到素组情绪波动强烈 请素组放心 简要完成系统任务 就能奖励久违境界 寿命自然可以增加 卧槽 有过 很快系统便给你发布第一个人物 检测到素组所在中门 三人后举行熟图搭天 系统要求素组招收一位弟子 成功即可获得意想不到的奖励 你人马了 自己名声在外 人颂外号 匪柴山主 啃脑山主 简单来说 只有傻子才会把自己为师 你试图跟系统讨价还价 表示这个人物有点强烈所担 结果系统回应 灰红制式之气 不宜妄刺飞波 看来这系统是有文化的 于是你发出善意的提醒 就算自己真的受的徒弟 没有一点修炼常识的自己 那岂不是乌龙子弟 这一点你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素组放心 有系统在 你慌个 得啊 对啊 又有系统在 我慌什么啊 三天后 道天宗 生贤山 这是道天宗专门用来招收弟子的地方 此刻生鲜山下 足足有上万少年少女聚集于兹 很快一位身着灰衣的老者走了出来 声音不大 却读春类般响彻全场 本座乃是负责而等试炼的长老 道天宗收徒第一项 便是灵根觉醒测试 灵根品级分为 废品 反品 下品 中品 良品 上品 几品 胜品 其中达到中品灵根 才可进入下一轮测试 随后灵根觉醒测试 进行了半个时辰 上万人只剩下5210位 淘汰的记忆半人 其中又会长了一双水灵灵大眼睛的少女 拍着胸部小声杜朗道 还好还好 觉醒到中品木灵根 不然就要打包回家了 这时少女旁边出现一位俊语的少年 青蓝姑娘 我觉醒出少品火灵根 这要通过测试 绝对可以成为那门弟子 保不准还会被长老看上 成为真传弟子 能你与我结成道理 将来我顶蓝祝你修炼如何 青蓝愣了一下 很快便反应过来 既卖公子 恭喜恭喜 只是青蓝还想 到底知识还是算了吧 没有得到满意答案的机脉 内心十分不爽 在跟青蓝客套一番后 心中暗想 等自己摆入那门 迟早会让青蓝家族将他双手奉上 第二轮测试很快就开始了 内容也很简单 只要登上圣仙山即可 现实一日 一路上 众人会遇到各种幻境和蛇虫猛兽 主要测试的是弟子们的新兴 途中遇到危险 就要大喊放弃 并会自动退出 而生仙山上则是一百多位山主恭候 等待通过试炼的弟子 任他们挑选 到天宗各大山主 每个人的名字说出去 足以威震轻舟 当然除了你临北之外 你在这群大佬之间 真的很像一只混入狼群的哈石旗 临山主 又是从前天开始爬山的 你旁边坐着一位红头发的壮汉 此人名叫王烟 火峰山的山主 每次见到你 都会嘴见嘲讽你几句 你很郁闷 虽然得到了和谁都能五五开的能力 但本质还是凡人 所以你要纠正王烟 不是前天 是昨天 虽然生仙山上有各种幻境和猛兽 但你这四十多年也不是白活的 不知道上了多少次生仙山顶 自然掌握了一条安全路线 被人挖裤只能配笑 你好像试试刚得到的五五开能力 只是这万一系统不靠谱 这王烟面刷自己岂不是一巴掌的事 突然生仙台上的路口处 出现一位身着白衣的少女 此人是水游皇朝的公主林小可 极品随宁根的天赋 一下子就被各大山主争抢 难道林小可的目光却看向自己 你忍不住心跳加速 卧槽 难道是女子看自己像普通人 以为自己是反普归真的超级强者 想要摆自己为师 这怎么好意思 就要你不想念片的时候 林小可的目光却一开了 看向一旁的苍蓝山主 眼神中露出一抹肯定 在来之前 父亲特地提醒林小可 生仙台上如果见到一位看似普通人的山主 那么一定不要摆他为师 跟他没有前途 如果你听到这些话 怕是会起得吐血 什么叫没有前途 系统都说极品水灵根还不配做那弟子 苍蓝山主本就是主秀 水属性剑法 所以林小可选他做师父 无可厚非 很快山顶路徒徐 有不少人登上 不过大多数都是中品灵根 没有被山主们看上 只能在一旁等候 到时间结束 便会自动成为刀天宗外门弟子 其间有一位极品火灵根弟子 败露了王岩山下 这也让王岩找到机会 再次嘲讽你一波 连忙当图尔 拜见云爵山主 果然 就连刚入门的弟子 在听到你的名字后 眼神都闪过一丝轻蔑 但甘有的礼仪还是没少 痛 太痛了 你只能表明 轻笑一声 算是回应 时间很快 过去一个时辰 突然一位不宜少年 走入神仙台 所有山主全部倒吸一口凉气 圣品 木灵根 所有山主都疯狂了 但而一道苍老 而又平淡的声音传出后 所有山主全都安静了 你可 拜我为师 此人乃是道天宗宗祖 穆太玉 最后这位弟子 也很自然的排入宗族门下 你有些羡慕 卧槽 圣品灵根啊 结果系统却发出鄙夷的声音 有什么好羡慕的 这木属性的圣品灵根 我不喜欢 场上可不止一个圣品灵根 你放了翻白眼 觉得系统可真会装逼 圣品木灵根都瞧不上 但很快就好奇场上 哪来的其他圣品灵根 如果有的话 其他山主早就疯狂了 你只是只想忽悠一个中品灵根 然后赶紧领举系统奖励 突然系统提示声音响起 发现隐藏圣品灵灵根 能武移从收一个弟子更改为 将圣品灵灵根拥有者 收为徒弟 完成后 宿族可获得丰厚奖励 你当成瞪大眼睛 中品灵根都不一定能忽悠到 还能自己收一个圣品灵根 这个狗系统也太会玩了吧 不过 你还是朝着系统提示的方向看去 只见新少女的头上 出现一个属性面板 目标 青蓝 年龄 石榴 修为 武 天赋 中品灵灵根 圣品 冰灵根 隐藏 你心里有些没力 到底要怎样才能把这女孩骗到手呢 而系统给你的答案是 你有我这么牛逼的系统 你到底在怕什么呢